各位童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先跟大家抱歉齁 因為我感冒 有聽到我的鼻音嗎 有齁 所以比較不好意思 今天講話可能會沒那麼好聽 然後講話有點比較辛苦啦 可以給我體諒嗎 我先來詢問一下齁 我們在座的童心有沒有自己看報章雜誌廣告來的 有喔 你是看什麼來的 自由是嗎 真厲害喔 真有智慧 有沒有被逼來的 有啦齁 喔 這個手贏到有罐喔 有啦 有一個啦齁 我跟妳講 大家齁 都有 絕對有 因為我也是其中一個齁 我也是被逼來的 當初啦 所以齁 自己來的很有智慧 而且我們台灣民政府齁 最近這幾期 很多學員齁是自己來的 以前齁 幾乎是不太可能啦 可是最近很多 為什麼 因為台灣民政府開始有一直在曝光 有媒體有在報導 新聞有在報導 所以 才會有越來越多的童心齁 是自己看報章什麼來的 那被逼來的咧 被逼來的通常都是 但是 太太啦齁 媽媽啦 朋友 朋友啦齁 給妳逼破的 有沒有 我齁 是媽媽逼來的 當初怎麼來的 我們隔壁的阿姨齁齁齁 她就跟我們媽說 我跟妳講 台灣齁 要翻天啊 要換政府啊 妳知道 我們媽回來就跟我說 妳想 怎麼可能 妳怎麼相信 我跟我們媽說 妳絕對讓人騙啊 哪有可能 所以換政府 妳不要去跟人摸黑啦 我 後來就不了了之齁 沒多久齁 我們那個阿姨再來 沒有齁 妳去我們的那個做辦公室 妳去聽看看 妳去聽看看 這裡看怎樣 這裡說 騙人的是怎樣啦 我也就跟我揪 欸 妳不要來去 不要來去做辦公室那裡 聽看看 我說沒有 我對政治沒興趣 我是齁 這個年紀通常是什麼 標準的政治能感對不對 一般來講是這樣啦齁 這個年紀通常對政治沒什麼太大的興趣 對國家事務不會太關心 很正常嘛 反正我就是做我的工作 上我的班 過我的生活 所以我媽跟我講的時候 我說不要啦 我沒有興趣啊 妳那個什麼政治 我們就不要去碰 我媽說 啊不然妳人家講成這樣 我們就去聽一下 啊我怕有也讓人騙 我就想說 好啦 我就不會去 過去喔 當時的州長 也就是現在的知識 她就講齁 講講講講講講 整大批齁齁 還給我們看證據啊 什麼什麼 看完之後 走出這個門 我媽就跟我問說 啊怎樣 聽到怎樣 啊我就跟她說 我齁 跟妳講齁 我齁 自小的行為 到現在頭一次聽到什麼是流亡政府 我媽說 對齁 我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第一次聽到 我說 所以 我告訴你 我聽不懂她在講什麼 是不是很正常耶 她講了一大篇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我說我聽不懂 我第一次聽到 所以 我媽說 啊妳感覺怎樣 我沒有感覺怎樣 我覺得我不要打 我不要去摸這個 因為不摸 對不對 會怕嘛 所以我們 唉唷 是我麥克風太大聲嗎 沒有喔 電力太強 喔 電力太強 我病毒太強嗎 病毒太強 病毒太強 真的感冒病毒很厲害喔 結果 後來咧 又不了了之喔 過了沒多久 那個阿姨齁 我們隔壁的阿姨齁 補死生意又來了 我告訴妳 告訴我媽說 妳喔 叫妳女兒去上課 我哪有可能 說她 說過她啊 她哪有可能去上課 妳叫她去上課 妳去上課 上上來 她就知道了 結果我媽就開始了 從早到晚 就開始給我錄了 欸妳去上啦 妳先去上啦 妳去上上來 我沒讀書 妳去上 妳上後後 妳就可以跟我說 這是真的 還是假的 欸 我也就開始給我錄了 我說不會啦 我沒贏 我知道妳有贏 妳去上 所以我就被逼來了齁 我就是這樣子被強迫著來上了初級班齁 跟各位這樣子坐在這裡 我很認真地上了三天兩夜的課 我很認真聽喔 大家猜 我上完之後我相信了沒有 不相信 我跟妳們講 我三天兩夜上完之後 我馬上就相信了 我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很有道理 我就相信了 結果 我還懷著滿腔的熱血 我就跑去跟我朋友講 我就馬上打電話給我朋友 我就跟他見面 然後就跟他講 然後講台灣民政府 然後那個法理 然後整整講 我才上完初級班 結果 我的朋友隔天 過了一個晚上 他就打電話給我 欸 我說怎麼樣 妳聽得怎樣 我跟妳講 我實在妳十幾年 我知道妳絕對讓人騙了 我說妳怎麼這麼說 因為妳齁 這個人齁 我就知道妳齁 單純 天真 妳絕對沒有上網去查對不對 欸 對欸 妳怎麼知道 我朋友嘛 瞭解我 我說我絕對不是病毒 我不是病毒 雖然心裡面也是有點懶惰啦 但是齁 我說我沒有懶惰 我就是想說 我就跟他講說 為什麼我沒有去查 他跟我講說齁 我查了一個晚上 上面啊 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條還寫說齁 日本已經放 放棄台灣澎湖的名利請求權 妳還說妳們是日暑美戰 然後上面都說是詐騙集團 妳還相信 妳就沒有去查 我就跟他講說 我為什麼沒有去查 不是懶惰啦 是因為台灣民政府 他成立不是一天兩天內 是幾年欸 幾年下來裡面有多少的精英 老師 醫生 律師 博士很多吧 比我學歷高知識分子的一大堆 我說他們的問題會比我還要尖銳吧 他們的問題 絕對知識都比我還要高 他們想得到的 我沒想到的他們都想到了吧 結果他們都相信了 都參加了 我說我還有什麼好懷疑的 欸我這樣說怎麼有妳 有妳齁 也有妳齁 我比較單純齁 我這樣想是不是 比較平坦的習慣 對吧 啊 反正這是事實啊 對吧 我就這樣回答我朋友 我就說 所以妳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妳只要隨便裡面 拉一個老師 拉一個醫生出來問 他都可以回答妳 因為他們都問過了 然後我朋友就沒講話 然後他就說 那妳跟我解釋啊 究竟三和平條約第二條 不是已經放棄了台灣澎湖的名利請求權了嗎 你們還說日俗美戰 我就跟他說 我解釋給妳聽 等我上完高級班 不好意思齁 我只上完初級 所以說我也不懂 我沒辦法解釋齁 因為法理其實是深奧的 它不是很簡單的東西 所以在場的各位 你們好像還沒有買新台灣論齁 新台灣論裡面 它會有答案 它有點深奧 有點複雜 但是如果妳有去讀 妳就會了解 所以我就跟他講 我上了高級班 我再回答妳 所以我現在帶大家來看齁 是歷史的軌跡 這是我齁 上完初高級 我希望能夠盡量 來幫大家理出一個簡單的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一個日俗美戰的法理的順序 可以讓大家盡量可以去懂 好不好 後來就有人 鼓勵我去考軍手 所以考軍手之後呢 讀了新台灣論之後 就會發現 欸 原來不難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地圖齁 歐洲人稱台灣為FORMOSA 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啊 FORMOSA在歐洲 它是一個美麗的意思 美麗的意思 為什麼要賜給台灣 當時啊 打開大航海的世代的時候啊 大家知道這個是哪裡嗎 不知道 有點像台灣對不對 但是 又有一點不像台灣對不對 它這是最早期的台灣 因為當時的航海的那個 航海圖的技術不是很發達 所以 當他們發現台灣的時候 哇 這個島嶼好漂亮喔 那我們把 FORMOSA這個美麗的意思 賜給這個島嶼 所以台灣最早期叫做 FORMOSA 所以 這一個 是我們最早期的台灣的地圖 那因為 當時 技術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 以為啦 三塊 但是其實台灣是一整塊啦 他把它畫成三塊 但是 這是我們最早期台灣的地圖齁 所以 因為這樣 所以 台灣就稱為 FORMOSA 美麗的意思 那大家知道 最早活動於 FORMOSA 這塊島嶼的外來民族是誰 猜猜看 非洲 葡萄牙 西班牙 荷蘭 大部分都是不外乎這幾個答案 這就是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給我們70年的教育 我們學到的 大部分都是這些 最早活動於FORMOSA的外來民族是誰 日本 13、14世紀的時候 日本人就已經在FORMOSA這塊島嶼上活動 一直到1633年 德川幕府的首國政策 才禁止日本人赴海外發展 所以 很早的時候 日本人至少就比中國提早300年以上 在台灣這一塊土地居住跟活動 甚至剛剛大家有提到的荷蘭 它是台灣 算是第一個比較有制度有系統 來佔據台灣的外來民族 對不對 甚至荷蘭 要來到台灣 這一塊土地上居住跟活動 都必須經過 日本德川幕府的同意 每年要向日本 德川幕府 進貢3萬張以上的陸皮 才得以獲准 來到FORMOSA這塊土地上活動 所以日本人很早很早 就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居住跟活動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荷蘭要來台灣 荷蘭為什麼要來到台灣 因為 西方的國家最喜歡東方世界的什麼東西 瓷器 絲綢 絲綢 有沒有 那個對於西方的國家來講 那個是相當於黃金一樣有價值的東西 所以荷蘭東印度公司他們也想要分印碑根啊 他也覺得說 我也想要賺這個錢 但是賺這個錢他要一個轉運戰 他一開始是選澎湖 結果澎湖離當時的中國 就是大明國太近了 他感覺這樣有點威脅 所以他就出兵把荷蘭趕出去澎湖 那荷蘭他第二次就選擇了誰 選擇了台灣 選擇了FORMOSA 那大家知道 如果今天荷蘭 他以利益為主的轉運戰 來佔據台灣的時候 請問他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嗎 他會不會好好的建設台灣 不會 有沒有聽過紅毛鬼子 這就是當時 荷蘭在佔據台灣的時候 台灣給他取的 所以抗戰 他沒有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 也沒有好好建設台灣 所以紅毛鬼子 就是在這個時期來的 還有紅毛城有去過嗎 有齁 紅毛城淡水 有沒有 然後 台南的安平古堡 樂蘭遮城 有沒有 都是當時 荷蘭遺留下來的 當時他們為了建軍事基地 所遺留下來的古蹟 可是除此之外 在台灣沒有什麼建設 因為他只幫台灣當作轉運戰 所以在16、17世紀的時候 台灣已經奠定一個很重要枢紐的地理文化 的位置 剛剛講到的重點就是 為什麼要強調 有沒有好好的對待台灣人民 等一下齁 一步一步你們就會去了解 那最後的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蹟是怎麼來的 所以我們在16、17世紀的時候 奠定為重要枢紐的位置 已經打開台灣的文化的時候 中國呢 中國的漢民族他們還是屬於鎖國政策 因此 這時候有文化落差 文化落差就會造成以後的什麼 歷史悲劇 從現在開始你要放大檢視你所看到的每一段歷史 剛開始是不是很多人講 荷蘭、西班牙、葡萄牙 可是沒有人會去想到日本 對不對 我們的歷史有沒有被捏造過 有沒有被篡改過 有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沒有去相信它 很多的歷史文獻 在國外都找得到 台灣是找不到的喔 我們從小到大沒有去想過一件事情的可能 就是原來一個國家也可以欺騙 它的人民 更何況它是一個流亡政府 所以等一下慢慢的你們就會感受到了 這是我們佛羅莫薩 也就是台灣大概的一個政權的文替 1624年日本讓你荷蘭 1662年荷蘭讓你正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你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於日本 1945年4月1號 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10月25 日本應戰敗而被中國人佔領到今天 我們剛剛提到的荷蘭東印都公司 請問它在佔據台灣的時候 有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沒有 為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因為 它的有效領土管轄範圍只有哪裡 一部分而已對不對 荷蘭 在佔據台灣的期間 它並沒有完整的 掌握台灣全部的領土主權 所以它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這樣知道嗎 領土主權只有一部分而已 它有效管轄範圍只有一點點 那 荷蘭再來是誰 誰把荷蘭能趕走的 鄭成功 請問鄭成功 請問鄭成功 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沒有 為什麼 一樣 它的有效管轄範圍只有哪裡 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而已 更少 所以 鄭成功為什麼要 台灣 它當初是為了解救台灣的同胞 來把荷蘭能趕走的嗎 是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反清 負明 反清 負明 所以 它把荷蘭能趕走 佔據台灣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把台灣當作一個軍事基地 那 如果是因為這樣 請問 它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嗎 會不會 會不會建設 好好建設台灣 不會 而且 它也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有效管轄範圍也只有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那 鄭成功之後是誰 大清國 當 清國大清國 把鄭成功趕走了 它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看過這張地圖 有 有 這是哪裡 台灣 為什麼台灣只有一半 對不對 只有一半 因為大清國1683年佔領台灣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帝國對台灣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不僅於FORMOSA的全島 僅限於西半部六個漢人屯肯區 這樣了解嗎 只有一半而已 所以 請問 台灣有沒有屬於過中國 沒有 沒有 台灣從來就沒有屬於過中國 因為大清國在台灣佔領 多久 212年的期間裡面 完全沒有有效的 管理整個台灣 它只有 西半部的六個漢人屯肯區 那東半部呢 為什麼 212年長不長 時間長不長 長欸 那為什麼 不管東半部 不合理啊 對不對 除了 我們英勇的高砂族之外 來我的獵場 我就 之外啦齁 還有什麼原因啊 一定還有原因嘛 212年太長了 為什麼他不 把台灣整個都控管 在於大清帝國所認知的台灣 當大清國皇帝 把正成功趕走 趕離台灣的時候 這個時候 本來大清國的皇帝好說 我不要台灣這塊土地 為什麼 因為他鎖國 所以他覺得台灣很遠 他是一個荒蕪的畫外之地 為什麼荒蕪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到 荷蘭跟正成功 都沒有好好的要治理台灣 也不會好好建設台灣 對不對 請問建設要不要錢 管理要不要錢 都要錢 他們都沒有好好的管理台灣 所以一直到大清國接管 佔據台灣的時候 台灣都還很荒蕪 所以他說我不要 我麻煩 我不要台灣 我麻煩 這時候師郎 就跟大清國的皇帝說 哈囉 你不可以不要 換一隻嘿 你如果啊不要台灣 萬一又被人家拿來做反親婦 你的基地怎麼辦 可是皇帝就說 這樣我要花錢了 我不要花錢啊 所以 師郎就給他一個建議 那這樣皇帝我給你一個建議 你用班兵制度來控管台灣 什麼叫做班兵制度 台灣啊 僅是一個蛋丸的荒蕪之地 我給你一個建議 控管一個地方要不要文武官員 要不要 首先文官 我們三年為一任 今天啊 你從喔 中國 來到台灣當兵 你來台灣當官 三年 期滿 你就可以回來中國 我就幫你升官加薪 但是你的家眷不可以帶去 因為我怕你在那裡 落地生根 然後跟當地的人又反親父名 所以家眷我扣押 你只可以自己去 你自己去之外 你坐車 坐船 要不要扣掉個半年 來到台灣熟悉當地的人文環境 要不要給一年 然後等你可以寫個企劃書 要好好建設台灣的時候 已經要回去了 請問你會好好的建設台灣嗎 不會齁 家眷也不在台灣齁 然後 還有 你當兵 要不要兵 我不要 皇帝他不要出錢齁 他也不要出人 斯郎就說 你就從中國齁 那些當地的 無業遊民 沒工作 沒工作 都找出來 來台灣做兵 來台灣當兵齁 這樣子的素質 來到台灣 一樣 三年為一任 的搬兵制度 一樣 回去齁 就可以升官發財 那請問台灣 當時的人口 很少齁 台灣是不是寶島 物產豐饒 一年三收 每一個人都很好 然後齁 地廣人稀 他們來到台灣 開心 happy 不用做事情 能貪污就貪污 能搜就搜 能刮就刮 212年 台灣在大清國的管理下 就是這樣的狀況 班兵制度 再加上台灣不足成 什麼叫台灣不足成 我沒有要開任何一森營在台灣 所以說你們那個縣政府 市政府都不用蓋 都不用蓋了 台灣也沒有建設齁 所以 212年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齁 兩百多年 在大清國的佔據下 台灣會不會有發展 不會齁 有沒有對待好好的對待台灣人民 沒有齁 能貪污就貪污齁 能腐敗就腐敗 所以你們還覺得 中國是你們的祖國嗎 有沒有突然覺得自己的錯誤認知很嚴重 他沒有好好的對待你們 只是因為 他佔據台灣的時間 比較長 這樣而已 兩百多年 就這樣而已 所以 這個是事實齁 因此 即使經過了兩百多年 大清國 擁有台灣的 有效領土管轄範圍 只有西半部 佛摩莫撒西半部 六個漢輪屯墾區 兩百零四年後 宣布將台灣併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請問台灣有沒有被併入版圖 成功 沒有齁 原因是什麼 因為領土有效管轄範圍只有一半對不對 台灣從來就沒有屬於過中國 這樣了解嗎 只是因為他管理的時間比較長 只是因為他管理的時間比較長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有沒有被衝擊到什麼 有 這就是我們覺得很混亂的地方 我們被衝擊了什麼 文化 你們有沒有發現 出國齁 你去看日本 他們都拜什麼 神社嘛 對不對 他們的信仰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一樣的 那你如果美國歐洲都拜什麼 基督教 天主教 對不對 那 大家想想喔 請問台灣人拜什麼 拜什麼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有沒有 天主教 很多教吧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一個正常的國家 它應該是有共同的文化 一個正常的國家 是不是通常是一樣的信仰 對不對 為什麼台灣 會有這麼多不同的信仰 我們是台灣人耶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研究過喔 因為我們從荷蘭開始 我們就開始被影響了文化 我們最早期最早期 屬於台灣本土台灣人的文化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我們最早最早的信仰 本土台灣人齁 平埔族跟高砂族 我們是一個色 一個色一個色 就是一個族一個族 阿美族泰亞族有沒有 好很多族很多族對不對 在這些族當中 語言是不是有一點點差異 文化稍微有點不一樣 所以台灣阿 最可憐的就在這裡 台灣為什麼都會被外來的國家所統治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 都沒有統一過自己的語言跟文字 我們各個平埔族跟高砂族之間 從來沒有統一過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國家 我們沒有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文字 共同的書 所以當以前我們只有擁有什麼 我們沒有文字沒有書 只有代代相傳 靈魂不滅的勇士傳說而已 我們沒有自己的文字 所以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拜任何的什麼物教 祖先都沒有 我們只有傳說 喔 我跟你講喔 我們的勇士是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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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傳說 所以這就是我們很容易被外來 一有制度我們就很容易被統治被影響 然後呢 被荷蘭統治的期間 雖然他沒有好好的要管理過台灣 但是他有做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他通商之外 他做了一個傳教的重點 他當時將所有高砂族的那些長老 都集合起來把他們變成基督徒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們很多高砂族都是信仰什麼 基督教 所以這就是由來齁 這就是當時荷蘭他在台灣通商的時候 他有一個傳教的重點 所以我們台灣有很多人是信仰基督教 那接下來咧 要吃什麼 肉掌 端午節是什麼時候啊 二十號齁 禮拜六 沒有 所以你看 要冬午節了咧 冬午節 春節 中秋節 清明節 中元節 七夕過年 請問是台灣人的節日嗎 喔不是 誰的節日 中國的節日 有沒有覺得有一點衝擊 這些都不是屬於本土台灣人原本的節日 這些都不是屬於本土台灣人原本的節日 那個是因為 東方跟西方最好的文化來用在台灣 好不好 我們可以創造屬於台灣人自己的文化 如果今天我們修那個金座有沒有 會造成空氣污染 促養成破洞 給改成鮮花好不好 不錯啊齁 我們可以將東方西方最好的文化用在台灣 我們不需要學中國這樣落後的一些文化思想跟行為 有沒有發現 中國常常隨地大小便跟爛尿尿 是很沒有水準跟素養 所以托亞入歐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一個宗旨齁 我們會朝最好的制度去努力 包括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台灣民政府現在的制度 我們也是結合東西方最好的制度 來用在這裡的 所以我們要了解的就是 我們原本的文化是什麼 原本本土台灣人真正的文化是什麼 受到外來影響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最起碼身為本土台灣人 我們要知道這一點 是不是 就是 這種集體潛意識的文化 它會造成一個世紀的魔咒 很可怕耶 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你們今天進來上課之前 人如果是跟你說你自己相信 不會齁 是不是大部分抱著懷疑 有的說不定都拖了很久才來上課的齁 所以這個就是 相不相信 啊為什麼不去相信 因為啊被洗腦太久了 70年很久 有沒有看過這一張 1895年齁 大清皇帝正式將台灣跟澎湖 永久更讓給日本天皇 這一張 是 合約書齁 當時呢 簽訂的什麼 下官條約 日稱下官條約 也就是 馬官條約喔 大清國 大清帝國大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簽的 皇帝跟皇帝簽的 再來 台灣全島集所有附屬島嶼 澎湖烈島集 巴巴巴巴巴巴巴 北尾什麼什麼 有沒有 突然有沒有覺得這一張很像什麼 賣生氣 土地權狀 有沒有 這一張像不像土地權狀 從這一張土地權狀 之後 一直到今天 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有在將台灣跟澎湖 割讓出去 這是唯一的一張 這一張土地權狀簽訂之後 沒有任何一個正式的條款 有在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所以 台灣到現在還在 領土主權還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 我們割給日本天皇之後 我們進入了什麼時期 日治時期 我剛是說有講到 經過荷蘭 鄭成功 大清國 有沒有好好的管理台灣 建設台灣 沒有 我們的亞洲奇蹟跟經濟四小龍 從 亞洲四小龍怎麼來的 台灣經濟奇蹟 從 日治時期來的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這是什麼 釣歌到菜刀 對吧 我用釣歌到菜刀 來把日本打 這樣會贏 這樣會贏 這樣會贏啊 釣歌到菜刀 黑黑了 說不定那個刀就飛出去了 好嗎 這個到菜刀 當時 日治時期 日本來接管 台灣的時候 我們分為前中後 因為上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 一個疑問 我當時上課我有一個疑問 欸 你們台灣民進府的人 老師 都說 日本啊 對我們好 對我們好 不過我 我 我記得 好像就是有收拔啊 對不對 是不是有抗日 好像有跟日本打仗 好像沒有像你們講的 日本都是完全對我們這麼好啊 因為日本 日治時期 當時分為 前期 中後期 前期的時候呢 其實 武官厚 厚騰心平 他剛開始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是用武力 殖民主義 嚴格的控管台灣的社會 為什麼 因為 第二個道歉都 跟日本打 抗日嘛 你進來我要先抗戰一下 對不對 結果啊 絕對打輸的對不對 可是啊 日本來到台灣 沒多久喔 死了三四千個人 怎麼死的 第二個道歉都 跟他打死的嗎 怎麼死的 病死的 為什麼病死 水土不服嗎 不是 因為 台灣 太髒了 有夠辣殺 有什麼 經過大清國 兩百多年的統治之後 台灣一樣是一片荒蕪 髒亂 所以日本來到台灣的時候 馬上生病 死了三四千人 這個五官 後藤新平 想說 恐怖這樣不行 這樣要怎樣 而且他還發現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喔 台灣 擱讓給日本 結果只有 有效管轄範圍 只有西半部 東半部這樣要怎樣 他問了齁 請問 東半部怎麼辦 美國說 你要依照 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像我們 征服印第安人一樣 用武力征服 因此 日本他就開始了齁 武力來征服東半部 取得台灣完整的主權 你必須先征服各個部落之後 你才能夠有制度有效的管理跟建設 對不對 因此 初期的大概二十幾年的時候 是這樣齁 所以 當時台灣人組成的一民軍齁 日本對他們的技術也是以 勢可殺不可擄的台灣民族來技術 那這一個後藤欣平 他有過 很凶悍嗎 有沒有公 有 我們現在在場的同性問問看 有申請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請舉手 那請問你們去申請的時候 有叫你們申請什麼 日治時期的戶籍騰本 對不對 為什麼不是大清國 為什麼不是大清國時期 為什麼是申請日治時期不是大清國時期 大清沒有 對 因為 因為 大清國從來沒有認真的管理過台灣 他管理一家裡面有多少個人 一直到了後藤欣平 土地調查戶口普查 推廣 生物科學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 他做了一個戶口普查的動作 幫你家家家戶戶幾口頭的人 你們家家有幾個人都調查得清清粗粗 這個時候才有戶籍騰本 日治時期的時候才有 所以一直沿用到現在 有沒有覺得 什麼時候才開始台灣才開始有建設 一直到了後藤欣平的時代 才做了戶口普查的動作 所以我們到了1904年 台灣的財政已經可以完全自主 不需要日本的中央補貼 甚至公共建設比日本內地還要先進 當時台北的下水道覆蓋率是 亞洲的第一高 這樣有沒有很厲害 很進步吧 這裡有一個重點 財政不需要中央的補貼 是什麼意思 剛剛是不是有講到 大清國的皇帝說 我沒有要貸錢 河嵐也沒建設 鄭成功也沒建設 大清國也沒建設 因為建設要花錢 可是他們呢 沒有眼光 台灣是一個寶島流 一年三收 物產豐饒 人口又不多 你好好的建設發展台灣 不但 他可以經濟自主之外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還成為了日本的大米倉 有厲害嗎 所以 當時他投下大規模建設之後 不需要中央的補貼之外 這表示台灣真正真正的成為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然後呢 中後期 我們換了文官田建智郎 文官田建智郎跟當時的首相袁靖 他們就想 台灣不錯喔 我們把它納入為自己的國土好不好 那懂了嗎好 可是納入為自己的國土有條件啊 要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你必須要做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然後做黃明化 你要有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文字 共同的信仰 因此 他們就開始做了 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同化政策 有沒有 我們長一輩 是不是學are you well 對不對 共同的語言 然後 如日本人一樣 效忠日本天皇 共同的信仰 然後 日台共學 任用最好的 設計師 建築師 來建設台灣 八田羽衣 大家認不認識 台灣一個非常有名 很重要的土木工程家 一個深愛台灣的日本人 一個震撼亞洲的偉大工程 震撼亞洲的偉大工程喔 八田羽衣 這個是烏山頭 大家有去玩過嗎 這是烏山頭 紀念他的一個雕像 有沒有看到他吐在那裡 他就是 有一天他就是一直吐在那裡 看著台灣的這一塊土地 他在想 我要怎麼樣可以讓 這些水 然後綿延數萬公里 然後將台灣所有的稻田灌溉 讓台灣成為 魚米之鄉 這樣偉大的一個人 因此台灣的 加南大郡 烏山頭水庫 水稻計畫 桃園大郡 都是日治時期 台灣現代化的 很重要的土木工程 烏山頭水庫 甚至是當時什麼 世界第三大水庫 這樣有夠嗎 到這裡大家有沒有覺得 台灣這個時期很進步 看到這個我都覺得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被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所統治 台灣到現在不會只有這樣 不會沒有錢就在外面挖馬路 然後建設一個工程 完全沒有計畫 你知道 日本人當時他們在建設台灣畫的藍圖 已畫都是幾年 蔣經國十年建設嘛 是不是 沒有十年 沒有二十年 一張藍圖都一百年 到現在台灣還有很多的工程 都是沿用日治時期的建設藍圖 所以 亞洲奇蹟 亞洲四小龍 從什麼時期來的 日治時期來的 可是你在學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給你的教育的時候 他會不會跟你強調 不會 有沒有叫你仇視日本 有喔 日本鬼子這句話都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 結果 對方做了這麼多 建設台灣的事情 中國 有建設台灣嗎 沒有 這才是最重要的 土木工程 奠定台灣的經濟奇蹟 交通運輸 南北的重貫鐵路 港口 建立機場 開發全台電力 水利火力發電 資訊傳播網 建立有效的資訊傳播網 到這裡 媒體 的成立了 這代表 這個國家 很完整 很進步 人民 有書面 有飯吃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中國 到這個時期 都還沒有成立喔 這個時候 我們已經 比落後的中國 進步有100年以上的差距 這樣的差距 會造成台灣以後的歷史的慘距 你想我們這麼進步 然後被 那樣的水準的人 來統治的時候 肯定發生什麼 慘案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歷史喔 很悲慘的一面 當時各級行政司法警察 护震農會金融體系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 全島普及的初級教育這點很重要 表示人人有書念 那所有的人 他的文化素養就會到達一個水平 是不是讀了書之後 請問你們還會在路邊隨地大小便爛尿尿嗎 不會啦 有沒有看到他們在幹嘛 讀書又跪著有沒有 培養什麼 武士道精神 因為這樣的訓練 他可以造就以後 當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會造就什麼樣的事情 有沒有看到這些學生很漂亮 有沒有看到他們穿的鞋子 這一張齁 我媽齁看到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說 欸 嬰兒打掃的時候有鞋子彈簾了 我打掃的時候還沒有鞋子彈簾 咦? 嬰兒打掃的時候有鞋子彈簾 你絕對比他們年輕嘛 你哪有可能打掃的時候沒有鞋子彈簾 我媽打掃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結果我媽讀書的時候 是流亡政府中華民國來到台灣沒多久 那代表什麼 日治時期有鞋子可以穿 他們接管之後沒有鞋子可以穿 經濟衰退 當時有非常多的人餓死街頭 就是這個時候的差別 這一張啊 是台灣第一所成立 由台灣人就讀的這個小學 然後他們打贏日本的小學生 棒球打贏了 然後合影留念 那代表什麼 打棒球打贏的代表什麼 代表你在這個時間 吃的飽 穿的燒 還可以去打棒球 有沒有 如果你今天吃不飽 穿不暖 請問你有時間去打棒球嗎 沒時間齁 要有時間為多了 沒時間齁 你一定是這個時間生活過的 happy 快樂 無憂無慮 就可以發展出很多的 休閒娛樂的活動對不對 這一個人齁 很多人認識他 沉沉波齁 這個 之後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他怎麼死的 當時啊 日治時期齁 他發展出了很多的文化 棒球啦 畫畫啦 然後你可以想到的藝術啦 都是齁 在這個時期 有沒有看到 這是哪裡 1895年 大清國統治下的台灣 212年 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是幾年 五十年齁 五十年齁 五十年改正後的寬敞道路 有差嗎 有沒有差別 那一個兩百多年 也是這麼差 那一個才五十年齁 一比較就有覺得差了有沒有 所以台灣的經濟齊齊是神燒來的 日治時期來的 有心治理跟沒心治理 差別就在這裡喔 終於啊 我們的日本天皇他下了一道教書 在一道教書下下來的時候 將台灣 成為 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頒布了明治憲法 從此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有沒有看 這個是日本的地圖 Japan 這個是哪裡 台灣 啊這個咧 日本 這一張是日本的地圖 所以台灣在日本的地圖裡面 有沒有 什麼叫做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們有一個例子喔 剛剛我們是不是看到 我們是不是有簽一個下官條約 對不對 馬關條約嘛 我們在簽訂那一條的時候 本來 大清帝國的皇帝 他還將他們的遼東半島 割給日本 一起割給日本天皇 可是這個時候呢 有三個國家出面抗議 首旦美 嘿遼東半島 就是當時滿清的奉天 奉天是 他們的起源地 所以 遼東半島是大清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三個國家出面抗議說 不行 那是他們的起源地 發源地 所以那是他們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不行掛給你日本 天皇 日本天皇就說 好 我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我又簽訂一個 遼南條約 我再將遼東半島 割還回去給你大清國 這就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因此 台灣 在1945年4月1號 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的時候 請問他可不可以被割讓 不可以 除了不可以被割讓之外 有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 在下官條約之後 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所以 台灣跟澎湖的領土主權 目前還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 的手上 依照 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賦予台灣人 參政權 下達徵兵令 實施憲法 在這一刻 台灣跟澎湖 就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這樣了解嗎 然後 發生了什麼 太平洋戰爭 我們現在先休息個十分鐘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謝謝